赵唐中先生讲 民调若显示非绿阵营分裂 国民党与民众党就会两败俱伤 所以提议新竹换台北 要国民党支持民众党新竹市长的候选人高宏安 换取民众党支持蒋万安 这种牺牲同党要来换别人的政治利益 那蒋万安你认为这样是你选情告急 才会这样搓降的一个下策吗 我也要请教黄山副市长 你对柯文生市长有信心吗 他常常变来变去 他会不会在关键的时刻切割你 气宝你 而去跟国民党合作交换 心中一直有蓝绿的人 才会一直纠结在颜色当中 嘴巴上一直在讨论气宝的人 心中才是真正在想的气宝 其实台北市民更想看到的是公共政策的讨论 而不是应该让这些气宝蓝绿之间的问题 成为台北市长的主诉求 其实政策只要是好的 我们当然会继续把它做得更好 这就是政策不分颜色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解决的问题 不应该管蓝绿白就不见 台北唯一要超越的 是今天超越昨天 明天超越今天 我想台北市民关心的 不是超越蓝绿 而是新任的市长 能不能超越现任的市长 以及过去的市长 我想先非常感谢柯文哲市长 三年前请我到台北市当副市长 让我有机会能够证明 自己是最适合的市长人选 这八年来的政治文化的改变 也整顿了前朝的各项彼岸 这场政治文化的改变 已经八年了 台北市政府是彩色的 台北市政府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台北市议会也有七个政党 台北市早已经超越蓝绿 我将来当市长 我会秉持这样的信念 继续组建联合政府 广纳人才 广纳百川 让所有有才能的人 有能干的人 都能够去到台北市政府来服务 以人为本 市民有闲 谁都可以合作 我相信市政是延续的 我要成千起后 发扬光大 现在的市场改建到一半 摊贩整顿到一半 捷运盖到一半 都市更新正要加速 我也很感谢 刚刚两位候选人一直在讲 我们的政绩 有关新闻市场 我去了好几次 所以他才会在他的大门外 外墙上挂上一个感谢黄珊珊 都市更新不是靠政府 要靠民众自主 但政府要做的事 就是提供更好的环境 突破法令的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